杨子称每天都追余生,大方承认自己是侄女,直言人生不该摆烂。 电视剧余生,请多指教正在热播之中,网友们的反馈也是非常热烈, 这部剧更是连续霸榜多个榜单,累计播放量数据也是节节攀升。 而在这部剧中的主角,顾卫和林之校可谓是鞠躬至尾, 根据28日德塔文公布的数据,顾卫和林之校的角色贡献度总共就有93%, 而他们两人也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近日,有媒体就采访到了林之校的扮演者杨子, 聊聊这部戏剧里剧外的一些趣事。 首先就是考验了一些杨子的台词功底, 问他林之教对顾卫的第一句话。 这句话也是他们故事的开始,网友们你们还记得吗? 没错,就是你好,大哥。 然后顾卫对林之校说的最多的则是他的名字林之校。 随后杨子就聊到了这部剧关于收视率的一个热搜, 他表示自己看到成绩很满足, 他还以为大家会有很多不满意的, 但是他觉得大家很可爱, 看到很多人都在鼓励他。 所以说大家的评价杨子都有看到的, 杨子也知道你们在支持着他, 他也会为此感动。 他还聊起了自己打游戏时候的心态, 表示遇到陌生人骂自己的时候, 他真的会很生气, 甚至已晚上睡不着觉。 同一个世界, 同一个我们, 不知道网友们是否也有吵架, 吵不过生闷气的时候, 然后睡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当时没有发挥好, 自己应该这样说, 后面他还提到了自己为什么会被这部剧的剧本吸引。 被问到为什么杨子会被余生剧本吸引的时候, 他提到这部剧是一部很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, 没有狗血剧情, 什么出轨, 劈腿, 小三等等, 他就是在平平淡淡地讲一个故事, 亲情爱情都有, 让他很喜欢。 这个答案太真实了, 让人感动。 这部剧受欢迎的原因找到了, 没有狗血的剧情, 平淡地讲述一个现实主义的浪漫故事, 这还不够吸引人吗? 这部剧在当下狗血剧情, 横飞的剧中确实算得上是一股清流, 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热播的原因吧? 杨子还透露自己每天都在追余生哦, 所以后网友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表示, 曾与大明星杨子从事同一个项目追余生, 而且杨子还在采访中大方承认自己是侄女, 但是自己爱意并没有迟钝。 好了,实锤了, 杨子官宣自己是侄女了。 难怪这么多次表达爱意他都没有接收到, 还能怎么办, 只能继续默默支持他了。 他还提到你可以永远相信杨子的哭戏这件事, 让他压力挺大的, 很感谢大家的喜欢, 但是他认为哭戏是一个演员的基本功, 而不是一种可以去炫耀的东西。 真的太棒了, 不但有实力, 而且还好嫌弃, 这样的杨子, 谁不喜欢呢? 杨子还在采访中提到, 人生不应该有摆烂的心态, 连游戏它也不会摆烂。 可能也正是这种专注, 认真的态度, 让他在影视道路上越走越远, 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。 也是因为这样的他赋予了余生这部剧更多的内涵, 让他成为了一部不可多得的温馨甜剧。 你为什么会追这部剧呢? 聊聊你的看法吧。 02. 李宪更新与白静婷动态, 低调正能量, 网友, 人间清醒。 娱乐圈有这样一类明星, 他们因为有共同的爱好而彼此熟悉, 发展成为朋友, 并且很多网友并不知道, 比如通过篮球这项运动, 白静婷与肖静腾, 李宪等人成为朋友。 日前, 李宪更新动态, 内容是与白静婷进行篮球运动, 并且两个人还交换了彼此为朋友寻求的签名照, 值得一提的是李宪还收到了白静婷送的球鞋。 熟悉白静婷的网友都知道, 他有一个爱好就是收集鞋, 因此他送李宪这双球鞋也证明两人关系很好。 动态一出, 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 很多网友都表现出了激动的心情, 有网友表示这是两大男神的梦幻联动, 也有网友表示这两个人是正能量低调的明星, 可谓是人间清醒的代表, 还有一部分网友在评论区调侃表示自己什么时候能够收到签名照。 提到李宪, 很多观众可能是从亲爱的, 热爱的这部电视剧中认识他的, 在这部剧中他饰演的是一个比较高冷的角色寒伤颜, 这个角色本身有一种生人勿扰的感觉, 但后来这种感觉就被杨子饰演的女主童年所改变, 两人在剧中的配合也是默契十足。 其实李宪本身是科班毕业, 在演戏这方面上有理论接触, 之前也陆续出演过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法医秦明》等电视剧, 可以说是一个对演戏很执着的演员, 也凭借这份执着,成功塑造了多个角色。 与很多明星不同的是, 李宪本人并不热衷于流量的曝光, 很少参加综艺节目, 也没有一些黑料缠身, 可以说是低调有正能量的代表。 很多网友都表示拍完戏之后的李宪就像消失了一样, 但正是因为这样, 很多观众和我一样对李宪这个演员很有好感。 我发现李宪自带一身正气的感觉, 她的外形阳光帅气,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,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, 不少网友都表示李宪的笑容清爽有治愈力, 感觉像一个暖男一样。 除了李宪之外, 白静廷也是一个人间清醒的代表。 我当初认识她时, 是因为《旋风少女》这部电视剧, 在这部剧中, 白静廷饰演的是一个性格温暖治愈的角色, 再加上剧中造型的原因, 让人不禁发出疑问, 生活中真有这样温暖美好的男孩子吗? 都说物以类聚, 人以群分, 正是因为李宪与白静廷两人都是低调而有正能量的明星, 所以两人才能成为朋友, 不知道大家喜欢二人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